大学申请入学 放榜了 今年的缺额创下了历史新高 6183个人 就连台大竟然也招不满 最主要的原因是重复录取太多 台中一中还有满级分的考生 放弃了台大变基选择金门大学 因为有400万的奖学金 不过今年上榜的学生当中 有这么一位非常特别的孩子 嘉义协同中学的赵丽宇 他出生的时候就没有左边的手掌 让他总是把手插在口袋里头 不过因为国中班导师的鼓励 他开始练习用单手打篮球 看望着不断练习球技越来越好 也恢复自信心发奋读书 他如愿地录取了 东华大学映术系的公费声 下过雨的午后 一群年轻人在篮球场上挥寒较劲 传球转身再来一个单步上篮 精彩的表现立刻得到同学的欢呼声 而场上最突出的莫贵这位 身高194公分的篮球队长赵丽宇 一出手充满自信的他 其实曾经很自卑 因为赵丽宇的左手和别人不太一样 要说怎么只有一只手 然后你的手怎么长这样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很伤心 然后也不太敢交什么新的朋友 因为天生的缺陷让赵丽宇从小常被同学取笑 后来进了国中 在班导师的鼓励之下 开始恢复自信 甚至还被教练邀请加入篮球队 从此展开不一样的新生活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特质 然后有信心 所以不会怕外界怎么看待我这只手 赵丽宇现在就读于嘉义协同高中三年级 不仅球技相当突出 学测成绩放榜之后 更是考上东华大学应用数学系的功费一生 未来他希望能够成为一名老师 用自己的亲身经验 帮助身体有残缺的学生 也能够像他一样展翅高飞 记者赵丽宇丝贤 嘉义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